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是没有女朋友 可趁啊 萌萌 我发现现在的女孩都特别适合当医生 为什么呢 前两天我跟一个女孩聊天 没聊两句她就告诉我 你有病 原来如此 我曾经和一个女孩表白 我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她说我就占了一样 哪样 并重 可趁啊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萌哥健哥 这怎么还叹气了呢 是啊 我妈又打电话催我了 说我都二十八了 再不找对象就嫁不出去了 那什么 你妈都什么条件 男的 我的 没看出来吗 我们俩 男的 活的 那什么 我妈说了 戴假发的不行 这不说摘就摘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光头更不行 他也不是没条件的 可真哪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要不跟我说清楚 你就完蛋了 你给我解释 说呀你 你说呀你 你倒是说呀 对呀 对呀 哎呀 这有媳妇的也闹心呢 对 劝劝吧 哎 我说你们两口别这样啊 夫妻之间应该和谐 对 怎么的呀 关你俩啥事啊 连女朋友都没有 还夫妻还和谐 你俩懂啥呀 媳妇继续 走了 试试 客人哪 健健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女朋友 你把她比作什么 一条金下链 你是说她无比的珍贵 不是 那就说可以永远待在身边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没有 客人哪 哥 我有了 姐 你有什么了 男朋友了 啊 不 男的 活的 他有媳妇 对呀 离了离了 改天请你们喝喜酒啊 走 他说他离了 二茶都没盖上啊 客人哪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